8月1号是原住民族日 是全国原住民重要节日 花莲县政府许多原住民同仁都换向了传统服饰来上班 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县长徐正位他也肯定部落族人 敬天爱地保存台湾 原住民族传统文化之美 而县政府也会持续来推展原住民族的传承文化 协助部落寄以代代传承来发扬光大 荣耀光辉的花莲县政府8月份的升级典礼 适逢一年一度的原住民族日 县长徐正位并且感谢全县部落事务组长 以及祈劳共同发扬原住民文化 让部落记忆代代传承也免不朽 所以再次谢谢所有的我们的所有的总头目 今天是原住民族日 所有的各乡镇都在庆祝原住民族日 而我们所有的13乡镇的精神领袖 都在花莲县政府 对于我们各乡镇比较抱歉 但是我相信我们回去除了今天 是原住民族日以外 天天都在做文化的传承 因为生活就是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中智慧的淬炼 而成为的精华 才能不断的代代的上船 才能不断的卷动我们的文化传承 还有创新文创 这才是永根的文创 所以在这里 真会再一次感谢大家 现在的我们的文化 要连结美学 要连结建筑 要融合环境地景地貌 所以世界的永续潮流 正在 这个浪潮正在不断不断的往前走 而花莲 我们也站在这个浪头上 不断的精进 我想永续 从真卫109年推出了五个镜 干净的镜 安静的镜 易镜的镜 劲动的镜 花莲安强的镜 到108年 109年一月份 我们的花莲 我们的书花改通车了 又增加了5加1 花莲好镜的镜 之后到110年 我们的卖精品 就是希望让大家内外兼修 现在学生表示 在历史长毛绿当中 每个人都有居住土地 奉献以及资历 花莲县各个族群 相互尊重和谐 羡慕直立 发扬传统文化 以及各个族群的语言 并且保存正会文史资产 将先人的智慧发扬光大 要表示生活就是文化 核心理念与打造永续生活 幸运一居的幸福城市 记得兄 欢迎收到